大家好,我是风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汉武大帝全传 杀掠燕门郡内百姓一千多人 元硕四年,公元前一百二十五年 匈奴又分别派三万骑兵攻打带郡,定乡,上郡,杀掠数千人 匈奴又贤王怨恨汉王朝夺走河南地区,断了他的财路 也多次派兵侵犯河南地区 有时攻到朔方城下,汉军寡破敌众,损失惨重 汉武帝忍无可忍,决心追击匈奴,从根本上打击匈奴 元硕五年,公元前一百二十四年春 汉武帝命令车骑将军魏清,率领三万骑兵从高阶出兵 命令魏魏苏建为游骑将军 左内使李居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 代国之相李蔡为清车将军,从朔方进高阶出击匈奴 命大行令李熙,案头侯张次公为将军 出幼北平,北率十余万大军出击匈奴 此时匈奴又贤王,刚从河南地区大略一番返回 认为此地距离汉境一千多里 估计魏清集结好军队再走这么远的路 怎么也得几天时间,便喝起酒来直到喝醉 然而幼贤王大错特错 魏清迅速集结军队,从河南地区起兵 行军六七百里,很快包围了幼贤王的居住地 幼贤王闻讯大惊失色,慌忙备安上马 带着心爱的小妾和几百名心腹骑兵 趁着夜色突围逃跑 魏清听到报告,马上派清集校尉郭成等人猛追不舍 郭成追了几百里,最终让幼贤王逃脱 汉军打败了匈奴兵,活捉幼贤王手下的父王十多名 同时俘获1.5万多人和近百万头牲畜 高缺之战,汉军以少量兵力牵制左部 集中主力奔袭右部,一举歼灭了幼贤王主力 取得了重大胜利 汉武帝大喜过望,拜魏清为大将军 加封十亿六千户 魏清的大儿子魏抗被封为宜春侯 另两个儿子魏不宜、魏登 分别被封为阴安侯和发干侯 高祖曾经规定,非功臣不得封侯 魏清的三个儿子一齐封侯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说明汉武帝对魏清的战绩太满意了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对领军的中级军官 给予赏赐 封校尉李硕为摄旨侯 赵步渝为隋成侯 公孙戎奴为从平侯 将军李居李熙等都因公赐绝关内侯 分别赐给十亿三百户 律师大夫奉旨逐一封赏有功劳的将领 连士兵也不例外 与汉朝君臣的兴高采烈相反 高缺之败让匈奴人恼羞成怒 他们于这年秋天入侵汉朝边界 在带郡杀死都尉诸央 俘虏一千多人 元硕六年 公元前一百二十三年春 汉武帝命令大将军魏清 率中将军公孙敖 右将军公孙赫 前将军赵姓 后将军李广 强弩将军李居 右将军苏建 出定乡 北极匈奴 匈奴见汉军大队北上 急速退兵 汉军随后追击 歼灭匈奴数千人 由于匈奴退兵避战 魏清只好率领大军 后退到边境 在边境一带进行修整 这年秋天 魏清又率六将军 出定乡 岳英山 北极匈奴 措手不及的匈奴人 进行了垂死抵抗 魏清挥师猛击 又推进一百多里 然后安营扎寨 魏清 命前将军赵姓 右将军苏建 率领三千多名骑兵 为开路先锋 赵姓 原是匈奴的小王 投降了汉朝 被封为西侯 除此之外 魏清又命公孙赫 公孙敖 李广 李居 各带一队人马 分头去找匈奴 确定匈奴的位置 以便大军合击 当天黄昏时分 公孙赫 公孙敖 李广和李居 各自领着自己的人马 回到营地 而赵姓和苏建 却一直没有回来 直到第二天 苏建 才孤身一人返回营地 其部下 全军覆没 按军法 苏建当斩 魏清 将他暂时囚禁于军中 只等班师回朝之后 交给汉武帝处理 回师后 汉武帝念苏建一片忠心 而且双方兵力相差悬殊 就让苏建自赎死罪为平民 赵姓不幸遭遇匈奴主力 战败而降 被封为自赐王 为医治查禅于 出谋划策 当时魏清的外甥霍去病 也在魏清账下 这一年 霍去病年仅十八岁 身体健壮 喜欢骑马射箭 魏清很喜欢他 就让他随军北击匈奴 汉武帝下诏 告诉魏清 让霍去病参战立功 按汉武帝的意愿 魏清任命霍去病 为票谣校尉 率领八百名矫健的壮士 出击匈奴 霍去病出生牛犊不畏虎 率清旗兵 长驱数百里 俘虏匈奴蝉鱼的叔父和国相 斩杀蝉鱼的祖父等 二千零二十八人 其中包括相国 当户的官员 同时斩杀了蝉鱼的祖父一辈 吉若侯铲 永贯全军 汉王朝这次出兵 连续采取了两次军事行动 共消灭匈奴 1.9万多人 而在后一次的战争中 尽管杀地一万多人 但汉军也失去了赵信 苏建统帅的三千多名骑兵 汉武帝认为 这次出兵 虽然功劳不小 又带来了 禅鱼祖父的人头 活着了禅鱼的相国和叔父 但是两路兵马全军覆没 赵信又投降了匈奴 总的来看功过相抵 所以汉武帝决定不加封卫亲 只是给他千金与奖励 与此同时 汉武帝重赏了此次有功的两个人 一是票谣校尉过去病 他率八百壮士 指导匈奴大营 斩获三名匈奴高级官员 并斩获匈奴兵两千多名 超过他所带领人数的两倍之多 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 赏给十亿一千六百户 获取病 由此在抗击匈奴的战场上 展露头角 另一位是校尉张谦 张谦曾在出使西域时 被匈奴扣留了十多年 对匈奴的地形十分熟悉 他逃出来后 在魏清的手下担任校尉 这次出兵全靠他的指引 才是汉军免于受可挨饿 汉武帝封他为伯望侯 另外 汉武帝还赏赐了上古太守好贤 好贤四次跟随魏清 参加抗击匈奴的战争 一共俘获一千三百多名匈奴人 汉武帝封他为众利侯 我们下期见 咱们俩剧亚